如果你的硬件或者是你的插件不支持mid side的控制怎么办 如果你用的是studio one的话 有一个解决方案 我带你一起来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Alex 上一期节目呢 咱们讲过了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混音的一个项目 我们用宿主自带的这些插件呢 去做了一些调整 其中在总线上呢 用到了一个splitter和一个mix tool 这两个工具 我今天来给大家仔细的讲一下 这个是studio one里面自带的插件 如果你是用其他速度软件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很多速度软件其实都有类似的功能 那我们用到的东西呢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是叫mix tool mix tool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功能叫ms transform 它呢是帮助你去把立体声转成mid side 我们以前讲过mid和side 就是你声音中间和两侧的声音 它变成了mid side以后呢 你就可以想象如果你有一个立体声的音轨 左右声道的话 突然一下左边声道就变成处理mid 右边声道就变成处理side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硬件 这个硬件是立体声的 但是它没有那种mid side的那种功能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它一个这个插件 把你的立体声的声音变成mid side 然后呢出去到你的硬件 至少你的左边 一般来说都是左边声道控制mid 右边声道控制side 但是呢还要在你最后回来的时候呢再增加一个 你可以看到呢 这是我的第一个mix tool的那边的mid ms transform 在后边呢我还要跟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你回来以后你还要把它转回来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立体声的硬件或者是软件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两个之间 然后呢通过它来处理mid或者side 有很多很多搭配的组合的方式 但是呢如果你只有一个插件 比如说我有一个这么一个压缩的插件 这压缩插件部分左右 或者我有一个均衡的插件 这均衡插件也部分左右 怎么办呢 你在study one里面还有一个工具叫splitter 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 它会帮你展现出整个你这个效果链是什么样子 同时呢它可以帮你去分信号 所以这个地方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整个这个效果链是在这 我的第一个mix tool帮我把声音变成了mid side 然后呢会进到splitter 这个splitter就是我这个插件本身了 而这个地方我拆分成二 那一个呢就走左边 一个走右边 如果你没用mix tool的话 或者你没用mix tool里面的mstransform的话 它分开就是左右声道 但是上面既然用了呢 它分到左边那条线就变成了mid中间 右边就变成side 也就是通道一和二 就是如果我们听一下这个歌的话 如果把这两个都进行你肯定听不到 如果我只让你听一 在中间 这你的mid 这是你的side 那就是这条线是side 那这个时候很多听过这个 我讲过这个mid side混音的时候 特别特别简单一个 粗糙简单的方式 你可以直接把第二个通道 也就是你的side 声音稍微提升一点 或者是e声音稍微降低一点 咱们把上面降低一点 这样的时候你听了你会觉得 你的立体声场好像似乎变宽了 因为你两侧的声音起来了 我们试一下 夸张一点的吗 今天像这样 对你明显的觉得人声的 混响在两侧的声音变大了 所以这个是怎么把它拆成mid side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面很清楚地看到这样的组合 同时你可以去插入插件 分别去控制它们 比如在这个地方我们的mid 增加了一个压缩的插件 然后我们的side增加了一个均红的插件 这个均红插件帮我去处理一些中间的 尤其是人声主要主体的斜阵 同时我在这个地方突出了一点点 中频的这个位置 这样还能帮我在中间的人声 稍微的突出来一些 这个时候如果你看到这条线 这边的压缩的话 我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的预值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side的信号本身就很少 你几乎在 如果你的预值很高的话 你几乎压不到任何的东西 我把它降下来以后 稍微提升了一点点的这个makeup跟音量 这样的话呢 让它帮我去控制我的这个side的信号 此外最重要的是 side侧面这个均红呢 我在这个地方去掉了很多低频的部分 我们经常希望能够说 让低频的声音更靠中间 让它更有力量 更干净 同时呢 我增加了两侧的side的高频的信号 这样呢 能让你更两边的那种装饰性的声音 更明显一些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都关掉的话 你实际上听不到任何区别 因为这个splitter呢 其实拆不拆都没关系 因为你没有做任何的变化 我们听一下 这是中间的 两侧 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呢 你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去处理出更明显的变化或者之类的 一定要记得啊 Mix2上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上面转成MS 下面转回立体声 然后再接你其他的 此外呢 我这个地方就不给大家更多的去演示了 它还有一个更多功能 是你可以拆分多通道 拆分成最多五个通道 最多五个通道 其实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谓的立体声拆分了 除非你是做五通道的那种声音 但是呢 你可以利用频率拆分 你会发现你点了频率拆分以后 它多出了1234 这1234呢 实际上就是你的频点的拆分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咱们把这个往那边拽一点 126赫兹以下是低频 然后呢 126赫兹到比如500是中低 然后呢 500到1.5是中频 1.5呢 到可能比如说4K5K之类的是中高 再往上是高频 因为你一共五段 同时呢 你就可以通过一个非常普通常见入门级的压缩 把它们插入到每一个这个拆分的线路里边 去进行多段的压缩 控制起来呢 可能稍微麻烦一些 因为你需要用五个压缩去控制 你需要不断的去来回来回调 但是呢 至少你可以实现多段压缩处理的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呢 这个就是 Studio One里面的这个小工具 叫Mix2 混音工具 以及Splitter拆分器 你可以拿它去做很多有创意的东西 或者是呢 最简单的时候 可以帮你拆成Midside去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相当好用的 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去试一试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支持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订阅上 拜拜